我今天认识那个爱小姐 好像很有门路的 以后都跟她走动走动 说不定她能出钱 让我们开店 人家做善事 凭什么给你出钱开店 凭你手艺 你不相信你的手艺能赚到钱 还给她 那你想想 她有钱 你有手艺 一拍即合 两方都受力的呀 你还挺有生意头脑 我有生意头脑有什么用 我是个女人 那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要你有本事才行啊 去跟你爸说 你要看洋装店 你不是跟我说 他不会答应你 他答不答应是他的事情 那你敢不敢说是你的事情啊 我当然敢 你说的没错 我只手艺吃饭 我凭本事正经 没有什么普通 对呀 到时候啊 我让你也过上爱小姐的生活 这才是我的老公了 这才是我的老公 大佐家 蓮康様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早くなかい 雷子小姐 川岛小姐 有什么指示吗 大佐阁下 这是小姐关于南京军方 几位重有人物的秘密调查 小姐让我拿来请您过目 来 请坐 和英雄 常志忠 张岛家父子的关系 是原来有趣的 记同行 小姐说过 想要策反哪一位吗 大佐阁下 大佐阁下 看来小姐与您不谋而合啊 金童贤 确实可以试一试 小姐有什么计划吗 小姐说 让您等她的好消息 事情变得有意思了 太太 您是来做旗袍的吧 来 您瞅瞅这批 红底暗花的 这家做出来 肯定趁您 我跟你说呀 你们家这旗袍吧 手艺倒是不错 但是这布料 实在太老套了 不理想 我听说啊 最近流行那个 日本生产的料子 就细纹鞋织布 我想用那个做旗袍 你看看怎么样 太太 这做旗袍呀 可是老手艺 还得是咱这传统的布料 做出来 既舒服又漂亮 算了吧 我还是再到别家看看去 谢谢您啊 小兄弟 那太太您慢走啊 常来 苏彦 怎么了 不舒服啊 不要你管了 那你管了 эээ end 自己 日理 我看再见 你 呃 你 行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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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啊 好 再回啊 慢走啊 周太太 这混货 我先走了啊 周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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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我先走了啊 周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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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儿子 父亲想你啊 你要是不上前线 现在你和我也不会天人永隔啊 我要让他 现在去换我 长使忠 客人的名字 高丑先生 郭先生 请坐 郭先生 他大家要不上天 都不上天 你不上天 我和你一位 本有笔生意 想与你合作 麦子 来 喝酒 喝 别光喝酒 吃菜啊 红烧肉 你最喜欢的 吃 对了 别光吃肉 吃菜 青菜 好 光吃肉不行啊 五千 多吃点 多吃点 孩子 要不是 quota中了 你也不会死 暂得清 大翔帝 谁 干你 你谁啊 我是来陪你喝酒的人 顾先生 你是聪明人 上海的局势不会看不清楚 东北已经成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囊中城 我想上海插上日长期的日子 也不会太远了 首先啊 您在我的地边跟我说的话不太合适了 你为什么政治啊局势轮不到我管 由政府那方老头这么操心 中乡公司上下赏千元国 已经让我操碎了心了 不太合适了 顾先生 这局势确实要变了 真的 您看 东北三省盯的是几个上海 可是才用了多长时间 上海的天迟早要变 您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总得为荣翔公司的出路 毛球发展考虑吧 在这里面的地域 说掉了 不至于 来 放射 你 你 你 吃 去 你 我 吃 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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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前辈 你到底是什么人 您的朋友 纪主任 您的独子命丧张志忠 这一朝您念得下吗 这好像是我们家里的事 外人不比插手啊 这张志忠位高权正 纵使您有再多仇恨 又能如何 我不仅能给您报了这个仇 还能给您更高的职位 您知道的倒是很多啊 纪主任 我是川岛小姐的人 川岛方子 是的 只要纪主任愿意跟我们合作 我们可以联合将十九路军赶出上海 至于这张家的父子 我们也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 您的意思让我跟日本人合作 没错 怎么 纪主任不愿意跟川岛小姐联手 我纪某人 再有家仇私恨 那也是党国内部的事 我也不愿意 跟你们这些弹丸之地来的人 同流合污 那纪主任 不知道那封信 您收到了吗 是你难记的 没错 那些单字 想必您比我更清楚 可有错证 二爷 您人不是爱 您协助我们将十九路军逐出杀人 这些 就是您的 川岛小姐的情报 从来就没有失误 想必 我在您的表情上 已经看得到 对吗 你们要我干什么 除了背叛党国 要什么都行 党国 三百万两百亿 想必蒋委员长知道的话 一定也会很正经的 这就是你做生意的诚意啊 充满我可以再讲 荣翔公司把市上海这么多年 水路交通各行各运 虽然我只是个区区的二爷 但是一箱子接力 我还是有的 二爷 您又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您别叫我二爷 我承担不齐 谢谢你今天请我喝酒 改天我请你敲 阿拉桑的老酒 但这生意我跟你谈不了 伤业 我可以 我都走 我 我 我 你 我 她 我 我 她 我们 恐怕你这个位置 也坐不稳了吧 应该是你们纪家 恐怕就要断子绝孙了 纪主任 我敬你一杯 咱们这交易 算是成了 纪主任 可要与我这新朋友 联络联络感情呢 滚 纪主任可真是正乎的 人君子 很好 预祝咱们合作愉快 这物品到底是谁 这物品到底是谁 白玉兰的女人 白玉兰的头 还是谁是谁 与组织失去联系 已经很多天了 南京高层策划的清党运动 几乎让整个上海的共产党组织 全军覆没 虽然躲过了抓捕 但是周护平的内心依然不安 没有组织 没有组织 没有归属 没有战友 没有任务 她觉得自己 是被遗忘在上海的孤州 汹涌的浪淘 快要将她淹没 这鸟的品相不错呀 不过也不一定将来一定能好 行 我知道了 你看 还行 哥 南京路上啊 那家歌舞厅生意不错 一会儿啊 我让阿明把账目拿来给您看看 我不是说叶总会的事不用你管了吗 那好歹我也辛苦 我不管谁管 这么大摊子上 您放心交给干什么 交给你我更不放心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有些事情啊 她不能碰 不能碰 您不知道 现在上海她啊 各大赌场各物厅都在呐延堂 每个地方还是场的人气拉不起来 行了行了 你闭嘴吧 那做生意嘛 什么赚钱做什么 天经地义 我说了闭嘴 还得多拍点人 是 是 老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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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一个话 什么事儿 你说白玉兰 是不是一个人 人肯定是人 绝对不是鬼 我说她会不会是一个人 我看未必 我觉得啊 他们至少是一伙人 是啊 那你说白玉兰会不会是个女的 女的 对啊 手下跟我回来汇报 那次还真是有一个女的 那天你不在吗 我是看到一个女的 但我觉得这个女的 不应该是那个女的 如果那个女的不是 那么这个女的 那是谁 大哥 你说什么呢 哪个女的 白玉兰 我觉得白玉兰肯定是个女的 不是 你怎么不绕胡子嘛 请进 记住人 我们收到一份情报 我觉得一个风险大 二一 喂 喂 程鸿吗 稍等 我叫叫程团长 程团长电话 喂 哪位啊 程鸿 主任 是 是吴市长的秘书 吴秘书 你先出去一下 主任您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 共产党的活动信息 之前啊 我们按照顾顺章 进行抓捕的名单里面 果然有漏偶之鱼 漏偶之鱼 白马 不确定 程鸿啊 你给我听着 顾顺章 虽然共处 白马就是共产党 但是这个代号的背后 不是谁 我们谁也不清楚 既然 有人想要联系上白马 那么我们就给分个白马 主任 据顾顺章交代 上海的共党组织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 多为单线人心 上次青岛运动以后 白马也再没有出现 所以我现在还不敢确定 白马是否在我们被捕人当中 这个猜测暂且不管 这最活跃的人 起码是共党人分子 你就按照顾顺章提供的街头二号 在报纸上八部信息 实施抓捕 如果 真的白马还在上海 并能够前往参加 那就最好 我们来个一箭双雕 好 我这去去 中管家 请油茶 谢谢 稍等啊 这不是小周老板吗 是吧 不不不 少见少见少见 你去吧 没事没事 坐坐坐 你这是又给我送剥料来了 您看看 我爸呀 学了块好料子 您不是喜欢打太极拳吗 我爸说 这块料子特别稀罕 您可以做件短罐 或者做件睡袍也行 您看 行 你爸爸不管有什么好料子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是啊是啊 您跟我爸多年的好朋友啊 行 回去 让你爸看着坐 尺寸才知道 行 你这个 把你爸的手艺 现在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吧 过了 您是知道的 我爸的手艺 我这些年 没学什么 这事你可得抓紧时间啊 把你爸的手艺 全都学过来 过了 其实吧 我比较喜欢做洋装 做什么 洋装 洋装 洋装挺好的 一时毛 现在穿的人也多 会做洋装 生意好做 是是是 这个 做洋装也算是一门手艺 是吧 行 那你就学着做洋装 你尝尝 这尝还是不错的 过了 我 新月妹也没在 好久没看在那儿 好像有点不像 哪儿不像呢 哎 眉毛应该粗一点 挺像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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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 长吾不下 妖愁风轻 月月随不久来 海报话题 好 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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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小姐 霍台是不能进的 你让我进去 我找你们副老板 大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 天太晚了 老爷让我来接您 老爷还说 只要以后小姐出来看戏 我都得负责接送 小姐 请上车 长主 看来这顾佳小姐 是铁了心的要解释的 周小姐 请 我这是多大面子呀 还得让警察署队长 送我回家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吧 还跟他溜达了不 千万别这么说 我区区一个队长 义无容辞的职责 就是保护你周小姐 我需要你来保护吗 江天不是在查 白玉兰的案子吗 大晚上没有灵感了 先放一放 跟你说真的 你这案子有这么重要吗 就是 要一个真相吧 行 上车 爸 回来了 回来了 顾伯伯怎么说 顾伯伯说这件做的长卦 我说尺寸您知道 他们家依赴我做桌子 已经黏了 能不知道吗 比我年龙还大呢 我也好久没见他了 这长衫做完之后啊 我亲自送去 好好聊聊跟他 回来 后比 小白 你刚下戏啊 今天多演了一场 附老板 听说你的戏唱得特别绝 改天我带着护萍 一起给你捧个场 张公子若是要来 那是求之不得 改天若是来了贵喜楼 一定雅作词 客气客气 护萍 那我先回去 我跟您快进去 施讯 也行 后来晚送你我也放心 回吧 走吧 这是组织的召唤 周护萍的内心沸腾着 可是上海党派复杂 斗争严峻 组织是看到了 自己登报的消息 而召集相聚吗 还是说 这是万恶敌人的阴谋诡计 去 还是不去 高乔军 你的花都枯萎了 上海的冬天 只有这湿冷的空气 连花都不好买 我相信 毕卓会非常感谢 高乔军做出的牺牲 等到明年春天 你就可以回到日本 跟你的家人去赏櫻花呢 对了 有一个好消息 南京的那个季同贤 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 传大小姐 果然厉害 这可惜 我在上海的生命 还没有谈论 说到这个 我倒是有个消息 或许会对你的生命 有所帮助 请讲 康锦文来报 顾家两兄弟 现在因为生意的事情 闹得很不合目 这一次是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弱点 有的人爱情 有的人贪嗣 还有的人爱情 高乔军用钱财谈不拢生命 就不妨拿乌纱暴刀 再去试试 不在警察署待着 跑我这来干嘛 查案子 顺便录我一下 看了 他什么案子 白玉兰 白玉兰 他有出现了 没有 那你怕我这来干嘛 不是说路过你这儿吗 看看吧 昨天不是刚见过吗 是吗 他一天不见了 可不管不过自己的脚 人也看过了 查案要紧 你先走吧 行 那先忙 走了 晚上看戏去 晚上看戏去 看戏 看戏 去那个桂戏楼 给富拉板碰上 就那么定了 走了啊 阿贵 那个是那几品部啊 对 就还有那边 你记一下啊 好的 你吓死我了呀 你这哪里来的金耳环啊 好看吧 好看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 阔太太给我戴 哪个阔太太送你金耳环呢 苏妍 你还是把耳环摘了吧 一会儿爸看见又要说呢 他看到我就不戴了 那我嫁到你家这么多年 弄到衣服穿的 瘦得像死亡 这话说得太难听了 我爸好好的嘛 哎呀 开个玩笑呢 不懂什么 小姐您来了 郭先生 这位小姐来呢 她订这个旗航 哎呀 艾小姐啊 快快 你边请你边请 来来来来 富哥 是把艾小姐旗航拿来 哦 好 谢谢周老板 坐坐坐啊 好久不见 周太太 哎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